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苏孟兰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财团法人夏青山文化艺术基金会 财团法人夏青山文化艺术基金会 是由国画大师夏青山所创立 由赵忠杰博士担任执行长 实质推广东方经典文化艺术和工艺慈善 期待以基金会的资源 为新世代带来更多文化元素 也提升文化创意产业更深层的底蕴 今年度基金会举办了第一届 金山经典文创艺术奖国际赛事 邀请了世界各地创作人和学生参赛 让经典艺术与新一代创作者对话 文创奖一共分为数位动画 礼品设计和平面设计三组 由国内外文化界的贤达组成评审坛 从上百件的作品当中评选出优胜者 竞争相当激烈 而前几天在基金会的脸书粉丝坛上 已经陆续公布入围奖以及优选奖的名单 而今天则由我来为大家揭晓三个组颜 前三名的得奖者 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关注 接下来的得奖影片 首先为大家公布数位动画组 由于数位动画组收件量不足 经过评审决议之后 第一名从缺 我们也非常期待 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参赛 而在这里就先为您来揭晓 动画组得奖第二第三名 数位动画第三名得奖者是 吕玲玉 补玉轩 苏玉文 得奖作品 初白 数位动画第二名得奖者 黄志聪 得奖作品 耳朵 星期天 接下来为大家宣布礼品设计组的前三名 第三名得奖者是 张玉玲 黄兰华 得奖作品 清静 慈心 观世音 菩萨 茶剧组 而第二名得奖者是 张凯恩 得奖作品 夏金山 文化名 至于礼品设计第一名得奖者是 陈常伟 得奖作品 明星 恭喜你们 最后宣布的是 平面设计组 第三名的得奖者是 高婉清 蔡炳芳 郑玉静 范嘉瑜 得奖作品 拆解金山 名画赏西 珍藏海报 而第二名的得奖者是 卢洪文 得奖作品 金山之志 而要恭喜 平面设计第一名得奖者是 温邦祥 得奖作品 金山经典 文化传承 恭喜以上的得奖者 金山经典文创艺术奖 在12月9号于台中国立美术馆举办颁奖典礼 欢迎大家一同到场参与这场 今年文化艺术界的亮眼盛会 而也欢迎您可以分享这一则影片 就会有机会获得好礼哦 也欢迎更多的创意人 明年可以一起来参加比赛 更多活动内容 还有展览的讯息 也请您关注台团法人 夏金山文化艺术基金会 还有东森主播 舒梦兰的粉专页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